大家好,我是瓜肉 那一樣,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那今天要來教大家的就是職業級的實戰 無損血拉槍線的技巧 拉槍線是一種搭配戰術型使用的 必備潛力士技能 它的優點有非常多 我舉幾個例子 混淆敵人,隱藏置身的位置 還能夠聲東及西 拉槍線不僅可以看到敵人實際的位置 還可以使自己無損血擊殺 這是無損擊殺 學會這招基本上就是離職業選手越來越近啦 所以想要成為職業選手的你 或是想要變成高手玩家的你 是不是就要來學習這個拉槍線的技巧呢 那今天我們也請來的神秘嘉賓 就是我們的7Q戰隊 AHQ 他就是AHQ的驚鴻啊 那一樣話不多說,繼續看下去囉 Let's roll 拉槍線主要的原理是依據實戰的狀況 根據地形、位置與周邊掩體等多樣因素 來使自己判別是否要做拉槍線的動作 可以把拉槍線說成一個戰術 也可以把拉槍線定義為戰術中的元素 有請職業選手金鴻來幫我們解說這項技術 哈囉大家好,我是AHQ的驚鴻 我在隊伍擔任的是指揮邊線箭頭 我即將在PMPL S2賽季出征 好嘞,今天來教大家如何拉槍線 首先拿起我們的手機 打開絕地求生M 好,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如何去拉槍線 首先你要先發現敵人的位置 好,我們看到一個人在這裡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你要怎麼拉槍線 首先你要先觀察左邊的地形 還有右邊的地形 好,左邊的地形 經過判斷之後 你覺得走過去 你也打不到它的側腦 因為你看不到它的整個側腦 就是側身的部分 所以我選擇往右拉 然後往右拉這邊有很多的掩體跟反撥 所以你在移動的時候呢 它會找不到你的位置 它並不知道你換位置的 所以這時候你往右拉 這時候到達一個位置的時候 你一開鏡就是敵人的側腦了 你可以直接把它給秒殺掉 這個就是拉槍線的原理 那我想問一下 那大家有教過這麼多對線的方法嗎 就是拉槍線的方法 那拉槍線有什麼技巧的優點嗎 好,拉槍線的技巧優點就是說 你可以第一時間躲避敵人鎖定你的位置 然後第二個是你可以不用對刀槍 就可以把它側腦給打掉 其實最重要就是這兩個優點 第一個是你可以躲雷 就是人家鎖定你的位置嘛 可能會灌你投植物什麼的 那第二個就是你可以換位置 然後打到側腦 就是你也不用跟它對刀槍 因為它根本不知道你在哪 OK,那剛才講到那麼多技巧優點嘛 那你也知道 絕地訓練也是一個 教學性質的影片 還有一個領域 那我想問一下 最重要的練習方式 大家怎麼練習才能獲取這個 拉槍線的技巧這樣 最重要的練習方式我覺得 可以建議大家去打單人士牌吧 你去打單人士牌 你看到有四個人幹嘛的 你就變一隻鬼嘛 反正你不要讓他知道你在哪 就是一直去 繞他的側腦 一直去繞他的側腦 反正你要怎麼一打四 你就怎麼殺他嘛 就怎麼繞嘛 反正你永遠都不會 有跟他們對到槍的機會 你就把他們幹死了 所以練習的方式 其實比較有判斷面的 對,你只要多練 就是多去打單人士牌 多去練 那相對的如果你走錯了 其實自己馬上就可以感覺得到 如果說你今天失誤了 你繞錯地方了 你就會變成所謂的幹拉 然後就被人家給殺了 就會像畫面中這個樣子 練習的方式大概是從實戰經驗來獲得的 那我想問一下 拉槍線這個東西呢 最容易犯到的錯誤是什麼 就是幹拉 像剛剛前面說的幹拉 還有判斷地形失誤 走錯位置 才會死掉 那為什麼會造成幹拉這個狀況 嗯... 你可能對地形的理解不夠熟悉 就是你不知道哪邊的人會射到你 所以才會死掉 對,如果你要好一點改善你拉槍線不會死的話 就去觀光地圖啊 幹嘛的 去了解一下地形長什麼樣子 哪邊射得到你 哪邊射不到 這樣你才比較好打 好來,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 那今天的教學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拉槍線 那拉槍線的優點是什麼 你不會被敵人鎖定情報 然後第二個是 你可以不用跟敵人對到槍打到敵人的側腦 那它的缺點是什麼 缺點是你如果對地形不熟 那麼你可能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了解一下地形 才不會造成幹拉 好,喜歡我的朋友們 歡迎到臉書搜尋HQ Home 還有HQ的戰隊粉專 來關注有關資訊 那麼每個禮拜天我都會在我的粉專直播 那麼謝謝大家對我的支持 我們下次見,再見 最後,各位這部鴨瓶的觀眾朋友 請到Youtube訂閱 瓜肉 G-U-A-L-O-W 瓜肉,瓜肉 同時也歡迎追蹤 絕地求生的官方粉絲團 與官方頻道 我是瓜肉,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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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